《青春爱读书》 距离台湾11486公里远 比台湾面积大34倍的南非 提起南非 很多人可能会想到辽阔的草原 丰富的矿产 但也有恶名昭彰的种族隔离政策 1948年到1994年期间 南非执行种族隔离制度 除了白人与黑人不得通婚外 当时人口占多数的黑人 更被细分为更多群族 居住在不同的社区 他们无法自由集会结社 甚至连交通工具 工作 学校 都只能交由肤色来决定 不过种族隔离政策 到底如何影响南非人民的生活呢 今天我们将跟着出生于南非的美国脱口秀主持人 崔佛诺亚的传记 Born A Crime 以母之名 从她的生命故事 走入1980年代的南非 年轻时 我和泰迪一起透过巧克力 他们抓到了泰迪 而我在他们面前 他们没有怀疑过我 因为我在黑白摄影机里面 看起来是个白人 他是崔佛诺亚 妈妈是南非的科萨人 父亲则是来自瑞士德语区的白人 而他在种族隔离政策下 应该是白人还是黑人呢 答案都不是 因为法律不允许黑白混血 崔佛一出生就有了假身份 他的母亲利用法律漏洞 使其成为第三种分类 有色人 崔佛说自己生儿有罪 并非毫无道理 因为在种族隔离制度下 白人与黑人不能结婚 更不能共同生下孩子 因此崔佛能够诞生 得感谢他勇敢叛逆的母亲 诺邦斯 诺邦斯出生黑人平民区 但他生性叛逆 不愿对命运低头 年少便离家出走 违法住在约翰尼斯堡白人区 靠着秘书工作 西季有朝一日改变命运 诺邦斯既反叛又前程 他一方面将生命交给上帝 一方面敢于命运搏斗 他冒着风险生下混血宝宝 甚至乔装保姆带混血孩子上街 为了不让诺亚冲到黑人区里贫穷暴力的阶级循环 他让崔佛成为有色人 并住在白人区和有色人区 并让他念教育完善的英语学校 然而他的坚持也让崔佛到哪里都格格不入 在白人学校他是黑人 作为有色人在血统上他不够纯正 而且他认为自己是黑人 但有着黑人认同的崔佛 回到外婆家时却享有白人待遇 犯错时外婆不敢处罚他 他的外公称他主人 每次开车出门 坚持崔佛只能坐在后座 与他保持司机与主人的关系 他在黑人区享受他们对白人的宽容 这样的特权让他飘飘然 也让他明白既得利益者有多大的诱因 让偏邪系统不断延续 在书中他提及种族分类并不取决于父母 而取决于用任何方法来鉴定他的官员 而其中一个方法居然是铅笔测试 若能顺顺划过 你就是白人 若是头发会被铅笔卡住 你就是黑人 这些荒谬又充满讽刺的成长背景 成为崔佛重要的生命养分 使他能够自在切换六种语言 并善用语言让自己被不同族群接纳 他保有从小在街头学习而来的事故与幽默 这些人格特质也让他从一名黑人区的街头DJ 摇身成为美国的脱口秀明星 崔佛以本不该存在的罪恶之身 来证明制度的荒谬 也让我们看见南非小人物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 如何以幽默迎接生命逆境 成为认识南非严肃且复杂的社会议题 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想要认识更多南非人民的真实生活吗 一起翻开崔佛的Bonger Crime 以母之名吧 想看更多精彩的影片吗 现在就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让青春爱读书告诉你